朝中社的报道朝鲜在今天成功的进行了核试验 那么这是朝鲜自2006年以来进行的第五次核试验 也是今年以来的第二次核试验 经多家地震台网测定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30分左右 朝鲜东北部发生理事5.0级地震 震源深度为零公里 与朝鲜接壤的中国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以及长白山等地均震感明显 延及浑春等地的多所学校 立即疏散学生到操场辟邪 中国环境保护部已于今天早上8点35分启动应急预案 进入二级应急响应状态 并在东北边境组织开展辐射应急监测 目前东北三省和山东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运行正常 韩联社随后运营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的声明报道 地震由人的因素造成 震中位于朝鲜核试验场所在的风西里一带 韩方初步认为 朝鲜实施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试验 事实上 火车站前附近的民众告诉记者目前他们还不知道地震或者核试验的消息 站前广场的电视屏幕上目前播放的还是朝鲜的歌曲和纪录片 中国外交部今天也发表声明指出 朝鲜不顾国际社会普遍反对再次进行核试验 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我们强烈敦促朝方信守无核化承诺 遵守安理会相关决议 停止采取任何恶化局势的行动 中方强烈敦促有关各方着眼大局 谨言慎行 避免进一步相互刺激